對,對,所以這樣的誠願是非常重要的 那,謝謝主,我記得我之前 就是在還沒有得救之前 我有特別有兩位朋友是我的死黨 就是以前我們應該說從小學到中學 我們是可以說是穿同一個褲襠長大 對,像我們以前我們家裡附近有那個農田嘛 然後那農田裡面有一個空屋子 然後我們叫那個屋子叫做鬼屋 因為它看起來很陰森 然後我們常常就會相邀的去那邊探險 然後去那個農田那邊去玩耍啊 或是去給人家討班什麼追購 就會做一些好像不是很好的事 但是跟他們玩得很快樂 那有一天信主之後 對呀,特別是就是過照會生活之後 我裡面就有一個感覺 就覺得這樣的死黨這樣的朋友 為什麼我不把福音傳給他們呢 對,那有一天我就預備好 然後我就帶著這個三本小冊子 就是那個到底有沒有神 耶穌是神的兒子嗎 對啊,然後以及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就是這三本很好的書 對於一些還沒有信主的朋友 然後我就帶去他們家 然後一面就是跟他們說我已經信主耶穌 然後一面把這三本書很恭敬地說要送給他們 對,那你知道他們的反應是什麼嗎 對,那你知道他們的反應是什麼嗎 對,那你講得沒錯 那他沒有那麼白的跟我講 但是他就是用異樣的眼光瞪我 欸,就看我說欸 你是不是發燒了 你怎麼會去信耶穌呢 對啊,然後就是變得 就是開始發現 我跟他們是在不同世界裡的人 不同國度裡的人 對,就有那樣的感覺 就是雖然我也想要跟他們傳福音 然後但是其實他們的反應是滿冷淡的 對,剛開始是這樣覺得 對,但是我覺得就是自己帶經歷 後來,怎麼講 就在同一個時間 其實我在國中的時候 有一位很要好的英文老師 他算是很栽培我 然後那時候應該說我那時候 在國一的時候 其實成績了 一定不是很好 但是國二 因為他那時候是我們的導師嘛 他常常會給我們獎學金做鼓勵 所以就在那個教導的過程裡 就是算是一面他是我的老師 但是一面他也是我的朋友 對,很多時候 他也會請我去他的家裡吃飯啊 然後跟他的孩子們一起玩啊一起讀書 那我就在那個過程裡就覺得 很感謝得到這樣的糧食意 對,但是有一天我信主之後 其實那時候我就知道他媽媽是天主教徒 但是他很久沒有來聚會 或是很久沒有來接觸主或跟主祷告 那我在信主之後自然而然也有負擔 就是盼望把他邀來我們的福音聚會 對,那我在我祷告之後 我就找板橋的聖徒們一同配搭 就去他們家裡坐一坐 然後之後盼謝祖他也來參加我們的福音聚會 他就在一次的聚集裡 他就信而受盡成為我們的子妹 對啊,所以沒有這樣這些故事的目的 其實主要是說我們需要對人有一種的負擔 對,就一面他們是我們的朋友 當然是沒有問題,無話不談 但是一面我們該需要有這樣的認識 如果他不是成為我們在主裡的朋友 他們有一天 他也是之前聽一個弟兄的比喻 他說有一天我們知道不信主的人 他們之中的結局就是和撒旦一樣 是歸於火 那有一天你會看到有一隻手 他淪陷 就是他伸出這個火符的手說 這個家喻姊妹啊家喻姊妹 你這個開店 這個就是我們是那麼好的夥伴 但是你那時候就沒有跟我傳言呼應 害我在這裡 當然它是一個故事啦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那天他就做夢這樣就夢到 但是我覺得這該是我們的提醒 對啊,不僅我們有一些很要好的朋友 但是我們知道他們若沒有得著主 這位至法 這位真正的友朋 其實他們的結局 或是他們這個人的一生 其實是沒有意義也沒有價值 所以我們該需要有這樣的看見 我們再讀一下第二小點 五個不能同負一惡的問題 我們讀一下第一跟第二 第一,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 你們今天已經信主 知道什麼叫做義 你們要把從前不義的事對付掉 要把從前虧負的事對付掉 第二,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 你說你是蒙了光照看見的人 他是黑暗看不見的人 請你們記得一個神的兒女 路走得遠,路走得深的人 就是碰著一個屬肉體的基督徒 活在黑暗裡 都覺得難以和他相通 何況碰著一個根本活在黑暗裡 什麼光都看不見 阿們 對,所以講到這個 在六章十四節說到 我們和不信的人 不要同負一惡 對,那下面有五個小點 其實也是就是六章十五節之後的經文 他就說到 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 對,我們知道這個 義就是我們需要與神與人之間都是正確的 都是對的 那從前不義就是很多時候 怎麼講 我們會這個順手牽涼 我知道在我們得救之前 我們沒有順手牽涼過 可能多多少少少會有一個東西 不該是我的 可能是我跟人家戒 但是戒了幾天之後 就變成我的 對,我們會覺得沒有什麼感覺啦 以前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在信主之後 欸,我們的地位上 已經被神分別成為義的 對,所以我們就需要 把這樣子虧負的事對付掉 對,如果我們還是沒有感覺 還是覺得都一樣 然後甚至和那些做這樣子事情的人 可能還說很好很好 你昨天ㄎㄧㄤ的那個東西 我今天還要ㄎㄧㄤ那個東西 對,我覺得我們真的是 我們的得救可能就有很大的問題 對,那第二個他就說到光明和黑暗 我們知道我們得救之後 我們就成為光明的兒女 聖經說我們就是光明之子 對,我們不是屬黑夜的 我們乃是屬白皺的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甚至在我們的生活裡 對啊,當我們遇到 不僅是我們 我們連遇到一個屬肉體的基督徒 我們都會覺得好像跟他交不通 更何況是和世人 對,所以我覺得我們實在是需要 對啊,從主有這樣的看見 我們是和這些不信的人 或是和這些世俗的人 是在不同的範圍裡面 對,我們需要和他們有一種的分別 阿們 我們再讀一下第三,第四還有第三 基督和比列有什麼相和呢? 比列是指著撒旦說的 比列是指著下賤說的 撒旦的確是下賤的 我們是屬乎主的人 他們是屬乎比列的人 我們是貴重的 他們是便宜的 我們是用售價買回來的 是用神兒子的血賣來的 不是用能壞的經營買來的 我們有基督徒的身份 我們有聖徒的體統 有許多事情我們不能做 第四 信的和不信的有什麼相干呢? 這是重複上面的話 這裡也是一個比較 你是有信心的人 他是沒有信心的人 在信心裡面 你認識神 他不信 他不認識神 在你的生活裡 你能信 在他的生活裡 他不能信 你有倚靠 他沒有倚靠 你是仰望神 他是仰望自己 你是說一切都在神手裡 他是說一切都在他自己手裡 阿們 我們先填在這 所以就給我們看見 基督和比列有什麼相合? 比列就是說到指的是撒旦 他的意思就是下賤的 但是我們知道主是用他的重價 用他的保險 將我們買回來 對 我們在地位上就不再是下賤 不再是卑賤的 還是分別為勝 對 是那些蒙憐你 早預備得榮耀的器皿